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飞碟广播电台是受NCC的管辖 然后呢这个没凭没去的你讲那个东西我是非常不欢迎的 我跟你讲四年前就有人在讲坐票了 今年又有人讲坐票真的很差 那我要鼓励中选会像这种的不要放过 每一个都去告 我看到好几个直播主都还在坐票做你个叉叉 你没有证据胡说八道那个不叫言论自由 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叫做言论自由 那你有任何的根据吗 还是说你看到网络一支影片你就说坐票 那你怎么知道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影片是你拍的嘛 所以我要告诉中选会这种的我们不能放过 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 我管你是什么百万网红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的 你胡扯瞎掰通通抓去关啊 大家算机的坐票 不要这样子啊 我就先跟你讲你要谈坐票你到别的地方去谈 你不要在我的节目谈 你谈我就立刻把你电话挂掉 我们就先讲清楚 然后呢 比较肤浅的谈话也请你自重 昨天还接到什么赖清德比较帅的 这种的我一定是立刻挂的 因为跟你也没什么好谈的 我们在选总统 你在跟我说赖清德比较帅 你这种言论不适合在我的频道出现 我们是种植不重量的 我们是 你嘛好了赖清德比较帅 我都怀疑是认知作战 这非常的这个低级 请你这种call in就不用打了 好吧 那这个你对大选的看法 在合理评论的范围之内 你要讲什么 你言之有误 我一定让你讲长一点 那如果你东扯西扯 讲不输个所以然 那就不用再打了 好吧 这个我们待会第二段回来 那来来来 我们今天先来算账 来 那个阴安先给我第一张 来 第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赵少康啊 这个 赵先生讲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他讲了一个版本 这个赵少康的股票一 来 来 我们看赵少康的股票 他讲什么 他说 赵清德40% 侯仪35% 柯文哲25% 赵清德会连任 赵清德为什么会连任 赵清德第一任 为什么连任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开票果然就是这样 相当神准 可惜大家不愿意听 最后得票 待会我们会有那个表格给大家看 最后赵清德40% 侯仪33%多 柯P是26%多 很接近 然后大家都不愿意听 是这样子吗 来那个阴安我们准备影片来 我来播这个话带给大家听 那阴安那边放影片 我这边放那个话带 我们听去年11月24号 中选会登记之后 当天下午赵少康在记者会里面 他的第二个版本是什么 我们来顾票二 顾票二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赵少康当时的谈话 来 好 这是赵少康的第二个股票 第二个股票里面 他的数字是这样子的 就是要把柯文哲打到20% 然后赵清德让他hold在35% 侯仪拿到45% 然后他就赢了 这个是他的第二个股票 当时各媒体都讲是他的第二个股票 然后第二天记者还拿这个话去问赵少康说 你要把柯文哲打到20% 你是要气饱吗 他说没有啦 我们没有要气饱 你要把柯文哲打到20% 那柯文哲20%吗 柯文哲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甚至连20%都没有 吴子佳有出来面对 戴利安你有出来 那你是做什么民调呢 你不是说不到20% 结果他开出来26% 显然你的民调很不准 然后赵少康在11月24号讲的时候 赖清德是真的35% 对不对 赖清德 我跟你讲 这个很好笑 就是他们一直在笑赖清德说 你突破不了40% 赖清德最后得票率真的40% 有够准的 赖清德最后真的拿到40%的得票率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注意听 刚刚赵少康的意思说 侯友宜要拿到45% 结果侯友宜的得票率几% 33%吗 对不对 那个彦安你在那个 那个倒带一下 我再播一次给你听 你听听看赵少康讲什么 声音不是很清楚 有点糊 我们再听一次来 是 蓝白现在看起来有点相争 可是这样我们用算数来看 它叫民调 民调制度35% 大概就是赖清德就35% 这要65% 所以如果把这个 柯文哲打到20%以下 我有45%我就赢了 有什么困难 我就很有机会啊 哦 现在听起来很有机会啊 所以赵先生你不要拿 老师拿你讲的准的地方出来讲 你不准的地方来 那个彦安给我两个标 第一标第二标 估票一估票二我们拿给大家看 你估的也不准啊 你不是要把柯P 限制在20%吗 然后把赖清德控制在35%吗 柯P20% 呃 赖清德35%就55吗 那剩下45都是你的 你就当选了啊 赵少康你的如意算盘是对的 对不起压倒 你的如意算盘是对的 可是你的票没有开出来啊 好 这个你看估票二 柯P20% 可是柯P最后拿26%吗 好 那你说赖清德35% 可是赖清德最后是40%吗 好 这你都不准啊 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说你的侯友仪要拿到45% 结果他那几% 他才拿33%多而已啊 是你的票没有开出来啊 这个是在投票前50天 11月24号中选会登记之后你讲的啊 这个都有 有录音有录影的你讲的啊 你要把柯P控制在20% 赖清德35% 好 民进党的基本盘35% 你拿到45%你就当说废话 你当然当选啊 对不对 侯友仪45 赖清德35 柯P20 你就赖了 比赛就结束了 问题是事与愿违啊 你的票没有开出来啊 怎么一直在讲说你省准了 你没有省准啊 你票 你票没开出来 你其他都够什么 你都够说的 那个都是 多言无意 因为你票没有开出来啊 对不对 你有拿到45%吗 我跟你讲 侯友仪从参选到最后投票 他从来没有到40%啊 柯P也没有啊 唯一超过40%的只有赖清德 赖清德最后得票真的40%啊 柯P家 跟侯友仪 他们从一路选来选了一年 他们的民调从来没有到40%过啊 never 唯一有到的 有超过又掉下来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就是从六月之后 他就一直领先到最后比赛结束了啊 他领先了大半年啊 你们怎么追都追不上啊 那你们为什么追不上呢 你根本没有去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你只在那边臭屁说你很神准 可是你一点都不准啊 你票也开不出来 你是落选的人 你在高兴什么啊 你是输的人啊 你票没有开出来 那票为什么没有开出来 你要触及问题的核心啊 对不对 来那个应该给我第四标 昨天赵超康写的脸书啊 他50天副总统参选的感想 我是觉得写的太长了啦 害我看的好累啊 你写那么多到底在 落落等啊 东扯西扯 重点是这一句啦 赵超康说国民党如果不改革 票会越来越少啊 那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对不对 国民党如果不改革 票会越来越少啊 但是赵先生 2016以来20182020 2022到现在2024 国民党哪一次有改革 没有啊 那你怎么还在谈国民党改革呢 我不晓得你 那战斗兰到底是战斗什么 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战斗兰到底在战斗什么 战斗兰的意思是什么 战斗兰的成员有谁 侯汉廷不是也战斗兰吗 侯汉廷的票加 张士刚的票是赢无事要的啊 为什么要分裂呢 为什么 不是多掉了一席吗 对不对 钟小平加于美人的票也赢无配意啊 那为什么要多掉一席 谁干的 为什么不整合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看不到 我们这国民党不改革 你讲的是对 但是谁要去做呢 谁要去改革呢 跟着牛鬼蛇臣一起改革吗 跟着那些黑金 那些地方派系 那些性骚扰的一起改革吗 不是很奇怪吗 来第五标 如果国民党是要靠 柯文哲跟郭台铭 改革是天方夜谭 怎么国会立法院长也要靠柯文哲 还在期待郭台铭要归队什么的 国民党一天到晚 因为柯文哲是柯文哲 郭台铭是郭台铭 你不要老是想要靠人家啦 好不好 来来来 最后那个来 应该给我那张图来 这个图 这个我做的比较丑 大家这个 也是那个民众党民调那一标 这个图 我简单念一下 我们线上的朋友 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荧幕的 在民众党1月2号的封关民调 赖清德是27.2 柯文哲是26.9 侯友宜是26.4 三个人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是黄珊珊公布的 民众党的封关民调 赖清德272 柯文哲269 侯友宜264 我们看最后的开票结果 赖清德拿了40% 侯友宜拿了33.49% 他们黄珊珊公布的民调 赖清德跟侯友宜完全不准 唯一准的是柯文哲 民调26.9开出来是26.46 那个柯P跟黄珊珊要不要出来面对一下 还是要躲起来 我是陈辉文 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空音电话 0223 63.995 控制23.63 欢迎听到朋友上线 刚前面有讲了 你要谈什么坐票 什么坐币的 请你到别台去谈 本台不谈这个 其他在合理评论范围内 都欢迎打电话 对2024大选有什么看法 0223.63.995 欢迎你现在进 这个call in的专线 那你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民众党的封关民调 显然是不准 那我不晓得柯文哲跟黄珊珊 什么时候才要面对 也许鸵鸟是一种方法 躲起来 柯文哲说 选完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谁没有穿裤子 你看这个数字是谁没有穿裤子 好不好 来来来 0223.63.995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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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住哪 贵姓你好 台北姓园 严先生 你好 请讲 来 那个 柯文 我觉得 这是我是投 绿的啦 然后政党票投蓝的 然后 严先生你要把你的收音机关掉 有回音 然后 区域委员是投蓝的啦 政党票投 实在力量 因为 国民党 对 严先生我们从头一下 你说你 政党跳投实在力量 对 区域立委投蓝的 总统呢 总统是投绿的 这三张都不一样呢 对啊 因为我觉得平均一点 因为政党票 我为什么 那个总统票 投賴清德 因为国民党真的扶不起 一直喊说 六成要下加民进党 对不对 六成要下加民进党 你就只要拿 中间六成里面的是 四点一成就好了 你就要当选了 对不对 你还没进去 你一定要跟白的 要合才会赢 那你如果这样子算的话 那是不是说 有六成八的民众 认为国民党 我不投 不让你执政 你如果要这样算 对吧 六成六啦 六成六吧 那就是不让国民党执政嘛 就不投侯友宜就对了 对啊 那七成 七成多的不投 可批 可批嘛 对吧 你如果要这样算 就是这样算嘛 对的 对不对 那难的你看 你既然一直喊六成 要下加民进党 你奇怪你六成 我十八票就赶入国民党了 你知道我几岁了 你是党员啊 对啊 我真的是给他气势 你一直喊说六成要下加民进党 你是国民党党员 然后你总统投赖清德啊 对啊 那这样国民党输的也不冤枉啊 当然啊 他扶不起啊 你一直喊 你就照上看 那你你政党票 为什么不投国民党 啊 投不下去啊 你看都是正二代啊 都没有新的出来啊 就国民党的不分区 你都不欣赏就对了 对啊 那那个 那个严贤 那你你区域立委投的是谁 我区域 我区域投是 是投那个 赖斯堡啊 赖斯堡啊 赖斯堡有当选啊 对啊 那你看国民党拜成这样子 你是佛民党党员 结果你三张票只有投赖斯堡一票 其他两票 你投得下去吗 要是你你也投不下去 我根本没去投啊 对啊 你看 你一直喊六成下加民进党 你怎么要这样 第六成你一定也拿不到四成一 你一直要跟人家 你有没有听到 谢谢 你有听到民进党的时候 要绿白河 你是党员你问我 那那来来来 严贤 你是党员 我问你那朱立伦要不要下台 当然要下台啊 你每年都喊气宝 你一直喊气宝气宝 为什么要气宝 你自己就没在家 我问你 那我问你 那两年前的党主席选举你投谁 两年前的党主席 我好像是投那个谁 谁 那个高雄那个 佛光山的那个 佛光山啊 他在佛光山上是说要佛光山兼赢的那个张亚装 张亚装 吓我一跳 我没有啦 我是说冥运党真的没有秩序啦 一直要合才会赢 朱立伦你在操作这个本来就是一定要下架的啊 那你为什么还投赖事保 就让赖事保也落选了吗 赖事保真的在文山区做的不错啦 我知道了我是开玩笑 再见再见 到时候 待会换赖事保call in进来 你死小孩 因为我跟赖事保是这个啦 这个这个也不是不认识啦 但是赖事保 这个这个也很辛苦啦 他很像是六年霸还七年霸 他当很多年了 来来来 02363995 你好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 我是高雄我姓黄 黄先生来亮票一下来 我都是投蓝的 你那区是谁 我那区是那个谷山延城 金星这个 后选是谁 陈美雅哦 对对对 陈美雅就没上你是你 对啊我投他但是他没上 好好好 那你们那区当选的叫黄姐呢 我知道啊我知道 你请讲啦请讲 哎我我那个 那个他上个那个选举前一个礼拜六不只有两个 全部都在高雄造势 对 我先去孟子在那个下午三点 然后后来结束以后我就去那个凤山那边民进党 你有没有无聊啊 没有我看一下人数 我要看一下人数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凤山那边人很多很多真的很多 他们是大厂的啊 那个凤山是大厂的啊 大厂的你那也好了 那我要给中国国民党一个建议 那那孟时代有多少人 孟时代人有很多 那哪一边凤山比较多 凤山比较多 多很多 差不多多一倍出来 哇 来来你的建议来 我发现那个造势 那个中国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 他都没有党旗 他们都拿国旗呗 党旗要拿啊 你是国家的选举 但是你要拿党旗 我觉得建议他们像不像发党 你是党员吗 是啊 你是党员 那朱立伦要下台吗 要要要 他输两次啊 他一次是你选输 这次又输啊 这次是侯友宜输 不是他输 他是主席啊 他不负责谁负责啊 不是啊 那黄先从选完礼拜六 到现在今天礼拜二 没有任何一个人下台 那就觉得奇怪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所以你说国民党 以后肇事要把党旗拿出来就对了 要要要 我觉得发国旗 我还要发党旗 我问一下 那如果朱立伦下来 你觉得谁接党主席比较好 朱立伦下来看 我觉得就是要回归到那个体制 就是规定啊 就是比方说是党员的初选 或怎么样 看谁要出来选 那对 那你是党员 你觉得谁当党主席 最能够改革国民党 我觉得张亚中是我是蛮喜欢他 但是觉得就是支持他的人 就是党里面支持他的人 但是党员支持他的人 党员他的党员的向心力够就对了 对 但是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干部什么 我觉得都不太 不太 如果是给你选 你又选张亚中就对了 如果张亚中有出来选 我会投选 好 谢谢黄先生 谢谢 谢谢 好 来来来 我们在线上的call in再洗一下 这个请线上的朋友 这个进耍 022363995对2024的中终大选 这个你的看法 那先量票 如果你说 霍汶兄 我三张票都很神秘 我不想告诉你 那就没关系 你不量票也没关系 量票是开玩笑 选举的时候不能量票 投完了当然可以量票 现在都投完了 你嘛好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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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姓陈也住台北 台北陈先生 来 你要量票吗 我这一次 我量票 我先讲 我觉得这一次 会让我失望的是 我会当选 我说请你量票 我投那个 侯友宜 然后再来 然后 那个立委 我投民进党的 那个 谢倍生 然后 那个 不分区 我一样投国民党 你总统投侯友宜 政党票投国民党 然后你立委去投 谢倍分 对 为什么 你不是说过吗 王宏偉这种 不要当选公民党才会改革 你少来这一套 你不是说过 你看他 不要再要你腰掰 你不要来这一套 你不投王宏偉把责任推给我 我才不吃这个 我看他也很嚣张 那是你看他嚣张 不要推给我 票在你手上 你那时候有说过 对不对 我不是这样讲的 我是说他 说郭台铭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很看不起他 我希望他落选 对啊 你不投他你都推给我 我应该说你讲的我认同 你了解我意思吗 今天我们两个都选择 你不要这样招牌 你看他 他有表哥跟他逼中宅 他后面才跟选民比中子 然后那个有够嚣张的 那是他老公啦 不是他本人啦 不是他本人啦 你是有你看的 对对对 我有看那个影片 你乱讲 那是他老公不是他啦 反正他怎么讲 比中子的是选民 不是他老公啦 你是你 蛤 不是他老公比人家 他把人家互骂 他就骂人家骂来骂去 那个没有 那个 那个太嚣张了 我觉得这种人 对啊 你跟他有什么恩怨 没有 但是就单纯 单纯跟他那样的 很骯髒 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一切非分赢很多 对啊 没办法啦 因为北中那个都是 我们这边都是 眷村啦 那边都眷村 你派个西瓜他也会上 西瓜 对啊 一久在同北街那个 哇 同北街大直那边 那边有没有 那整屁都 我们 陈健 讲重点了 不要再聊天了 你的感想是什么 感想是 只能接受啊 日子还是要过啊 这叫感想哦 对啊 准备过你啦 对啊 看起来啦 反正你讨厌的也当选了 你也无可奈何 那怎么办呢 对啊 好 再见 拜拜 陈先生不要再 你投给谁 没投给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叫你去投 我也没叫你不去投 我也没叫你不投给谁 你来去投 你不投 王洪威把锅甩掉 在我头上 如果刚好被王洪威听到 我不是挑到黄河都洗不清 他赢些配分 他赢不少啊 没关系啦 那个选都选完了 你好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我新北姓张 张先生来亮票一下 三个都投国民党 你新北是住哪里 候选人是谁 西新地区12选区 廖先祥 你是戏子那里的 廖先祥 那个有当选啊 有有有 你的感想是啥 我想针对 那个民调的部分有点想法 好嘞 我觉得 那个民众党 其实 就是玩死国民党 那柯P也有讲过 我就是要玩国民党 嗯 那他现在有点 就是像共产党一样 三分抗战 七分发展 嗯哼嗯哼 那他抛出蓝百合 但是实际上 他只是借由他的魅力来 让民众党逐渐壮大 是 对 那所以国民党 根本就是从以前 从共产党就被骗 然后到民进党也被玩 到民众党又被玩 那根本不争气 那你还投国民党 你嘛好了 啊 他的服务起来 他走又又又又 又看不到 那个民进党那个嚣张的样 啊你还不是你 你还不是含泪投给国民党 你扯到那边 张宣 那那那有这种感觉 那不是你害的吗 啊 啊 就 听不下去 现在有感觉 听不下去 不是啦 张宣 国民党走到今天这步 不就是你们这种害的吗 你一边骂 然后一边投给国民党 国民党想说 我还是那么多票啊 啊心里面总是还有点期待他可以 可以那个 争轨啦 争大人啊 但是现在越看越 好 你是你是投完票之后才开始 懊悔就对了哦 好对这次有这么一点 但有这次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多啊 张先生来来 我时间关系我问你 那个朱立伦要不要下台 我不是党员 但是我可 你不是党员 那你还那么爱国民党 你有什么毛病啊 哈哈哈哈 你不是党员 然后你每一票都投国民党 对啊 啊就投了 现在就有点觉得 也不知道你 想什么 但我 刚刚党比 但是对方要投不下去 我们换个题目问你 那你觉得国民党要怎么改革 来 哎 我想不出来 再见再见再见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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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高兴哦 好不好 没有不高兴 我没有不高兴 好不好 谢谢啦 谢谢 你又不是党员 我也不是党员 我们都希望国民党改革 所以张先生 你跟我都有病啊 而且我们两个病的都不亲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党员 我们叫国民党 国民党自己都不改革了 我们在我们在让让什么 我没有不是党员 我还问你说 要不要朱立伦下台 你说我不是党员 你们好了 啊你我问你说 国民党要怎么改革 你讲不出来 张先生我跟你讲 我也讲不出来 我也不晓得国民党要怎么改革 你好你好 喂喂喂 喂 公伟你好 不好意思我把那个关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喂 你好你好 你好 我住新北我姓魏 魏先生来 请讲来 是常常进来走一个的ISO 你是ISO 对对对 谢谢谢谢 终于拿进来 好好 魏先生来 今天从小的先亮好了 来来来 我去我户籍在永和 但是我没有投林德福 我是废票 跟专门我都没投 因为从小到大 在那边 我真的不觉得林德福有 我就觉得他是老市长 然后一直在永和当立委 所以我当立委就废票 那那个政党票我是民党党 然后总统票的话即便选前有打进来一次被你执政我是有受教 可是我投票当天我还是坚定就投给柯文 我忘了你选前有打进来吗 有 我选前打进来一次 那我们那时候讲什么 我说选柯文哲 他会变 新加坡被你骂了一顿 你就是那个人 对对对对 可是你最后还是去投柯文哲 我最后还是坚持我的 ISO你投柯文哲 你平常还去YT看我直播 我觉得你的论述很不错 那你病得比我还严重 我们都是不正常的 你不要在这套 我没有说我不正常 我只是说我病了而已 我不正常 是你不正常的吗 你投柯文哲 然后政党票投民众党 然后区立委投废票 然后你还听非得晚餐 我每天都行 你这东西大条 我真的大条 ISO然后我晚上直播之后 有时候你还陪我走一个 对我都会被你当下酒 很开心 谢谢费文哥给我这机会 可是ISO我讲句我心里的感想 我听到你投柯文哲 我第一个念头是我想挂电话 不要这样 那我们两个要聊什么呢 那我还想要表达 就是说我对这次选举是满意的 我没什么兴趣听你讲这个 我问你 黄山山那民调是真的还假的 我选后有点后 我觉得是假的 我对贺文哲选后 我也是有一些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有颜色不能没有是非 他的选拳 如果选拳我就不投了 我觉得也是同意你说 蓝白额我就疼 郭台铭我是没有意见 蓝白额我就 翻完一些贺文哲的事 我就不投 所以你是很讨厌国民党就对了 也没有啦 我是觉得坚持 我没有很讨厌国民党 我反正讨厌民党 那时候我们 因为我剩一分钟要进广告 我问你 柯文哲选你的是什么 本来是 我就觉得说给第三个政党一个机会 那你说他很常说谎 后来我想想 好像真的有蛮多点 但是我要一定要履行公民的义务 我这张票我投给第三十例白色 我希望如果他当选 能够有不一样的 情景出现这样子 我是当选这个想法 那当然我认同太很多缺点是没有 那那个1月1月12日你有去凯盗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么烦热 没有 我是不会去撑他的 凯盗爆满了 你没有去 没有没有 我不是那么烦热的 爱秀 因为我时间关系 我们改天网路再聊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拜拜 结果我们第一趴 12345接五通 时间我的拿捏还是不行 没关系 我们这个种植不重量 待会我们要先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接 听柯 支持柯文哲 投柯文哲的还听我节目 立马好了 谢谢啦 我们看待会会不会接到那个投赖清德的 表弟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刚刚有前面跟大家报告 民众党的封关民调的时候 黄珊珊 在1月2号亲自公布的 那民众党公布的封关民调 跟最后得票的结果 实在是有够离谱的 好 但是柯文哲跟黄珊珊 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出来面对 就继续躲 好 这个撑久一点 但大家都忘记了 来来来 我们要继续接我们的call in 专线 022363995 不管你有没有去投票 不管你投票给谁 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其实我们刚刚第一通 那个台北言先生 他就是投给赖清德 那总统就是投赖清德 不过我觉得 因为他是资深的国民党党员 然后他投赖清德 比较有点那种 那种赌气的成分 那我们看 那我们也没关系 大家投赖 看会不会接到那种 这个真的投赖清德 绿的朋友打电话进来 也是非常欢迎 好不好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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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 我姓罗 罗先生 你好 十几年 第一次打个call in 你好 你好 我都是 国外侯友宜 政党是 那个立委 是蓝 可是他是五党级参选的 没中 谁 林立帝 他后来是 蓝白不合 才跳出来的 你是第一选区的那个 因为是投不下纪律的 我才投他 然后政党票是 国民党 好来 请讲 那我说 如果跟客户 我在外面跑 跟客户说 如果要我投 赖清德 可以 他当时那边 我希望说 两岸不往来 台商回来 那就我就投他 如果动不到 我就不投 然后再讲到 柯批 我跟客户说 国民党是 20的大型都比 撑死的书还大 因为那时候 这样口气排到 我听不下去 我跟客户讲说 国民党再怎么烂 他的 他还是很多立委 跟县市长 然后 我最近 我老婆说的 虽然这次国民党输了 可是她有点高兴 一定 赢了民众党 因为他们之前 比方说已经赢国民党 他说 这次出的不是很难过 可是 我说民众党就像胡饼一样 水面上很多 就是风吹 他就散了 可是罗先生 你赢民众党 可是你没有赢民进党啊 我知道啊 可是我注定就不会赢啊 明明就知道 你说 40%的 60%不是赢不了 40%的 也赢得赢了 为什么 你就是赢了 你赢得民进党是60% 你拿不到 没错啊 他们就是这样而已 现在已经有红色闹了 我在南部 我告诉你 我觉得好几年 包括市长总统都选不上 唯一选上的就是韩市长而已 其他都没 都选不上了 你把话题扯远了 你没有回答 你说六成讨厌民进党 六成要下践民进党 那你国民党拿不到 那个41%赢赢清德吗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 没办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的不喜欢 路线 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我的问题 是国民党的问题啊 对了解 了解 没办法 你真兵把他停车去啊 还笑 要去生地还笑 没办法 国民党不够好 不够票 不够多 不够负民进党去啊 嗯 对啊 你招民进党招民党招民党也没效啊 我不够 我不够 我想换年座啦 这个是换年座啦 不然你说这个问题 我没想知道 我都了解啊 国民党都不成才啊 在自己正面做 我告诉你 他不成才你还偷给他 没让我是想换换看啊 换不了啊 换不了啊 他是有任命啊 我说如果 我时间关系啦 谢谢 你42分36秒下来 说了45分 我 也说要三分整齐了 不好意思 我们等会稍微小姐 call in的朋友 请你上线 022363995 0223639 你投水都没关系 我们保障漏气求进步啦 是不是这样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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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12例 12例啊 我几年前有打过 我已经忘了 你为什么叫12例 人家是三例 我忘了啦 12例 你很常打 我跟你很熟 我还记得你嘛 好了 我是都打国民党 你为什么叫12例啊 男的有两例在隐藏10例啊 男的有两例在隐藏10例啊 男的有两例在隐藏10例 好冷喔 夭壽 有一种人叫新人 你量票一下 我都投国民党啊 那我要谈一下朱立仁 我觉得他应该下台 你区立委投谁 区立委那个叶元芝 你在板桥 在板桥 在板桥 因为我觉得这三次总统选举 都跟朱立仁有关啦 第一个就是说 换柱有他 上一次是因为 我照理讲是应该是 他不要马上跳出来说要选总统 应该先跟朱立仁谈一下 或者他当副手 因为他冲得太快 我觉得第二次跟他也有关 只是关系比较少 这次更不用讲 这次他更有关系 所以 这次跟他有什么关系 从头到尾是他决定的啊 可是他不是候选人啊 没错啊 可是他一直在拖啊 他自己想选啊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你也一直在讲啊 我哪有说他想 他七早八早就说他不要放在民调的呢 哦对啊 那是后面 后面就只剩他 就是剩下侯跟郭台铭两个而已的啊 哦对啊 那是后期啊 你怎么亂讲说他一直想选 我都有听你节目 昨天论也听到吗 腳来把我嚇 黑白倒了 你是 不好意思 他想选 可是他很早就放心 因为他民调拉不起来啊 对啊对啊他是身相选啊 可是 你都会驚歪 我没有逃黄昏威 因为你很讨厌他 他没逃黄昏威 也跟我有问题 然后你驚朱立倫也是我的问题 我去死就好了 你也好了 没啦没啦 你真的听中心啊 真夭壮 又笑 笑你就大头了 没有啦 我继续说一下 我啦 你跟我塞油 我给你说你也好了 我现在要讨论你 不用啦不用啦 12例不要这样子啦 我没有讲的话 你不要塞在我嘴里啦 什么 朱立倫 一直想选什么 我都有听你节目 我都什么时候讲 他很早就放弃了 他透过 我今天下午才讲 你都没有听我的直播 他透过黄建廷出来讲 郝龙斌还叮他 朱立倫干脆自己出来讲说 不要把我放在民调 他很早就放弃了 因为他的民调输给郭董 也输给侯又宜 他大概是去年的 三四月他就放弃 他知道他没机会了 他就把五台让给郭台铭 跟侯又宜的 最后征召就是两个人在征召 你问赵少康 赵少康可以作证 因为朱立倫有找赵少康 赵少康讲什么 我补充 赵少康说 赖清德民调输侯又宜20% 朱立倫跟他讲的 赵少康说的 赵清德的民调输侯又宜20% 然后朱立倫问赵少康说 少康兄你要参加征召吗 赵少康说我不参加了 侯又宜赵清德20% 我不用参加了 就侯又宜去选吧 这是赵少康讲的 他怎么变成是 朱立倫一直想选什么 你不要这样驾我 我有办法 好不好 十二例不要这样子的 你讨厌朱立倫 我也很讨厌朱立倫 可是我没有讲过的话 不要不要那个 你好你好 喂喂喂你好 喂你好 我是Colin的吗 对对对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新北姓林 林先生来亮票一下来 我那个总统是投侯友宜 然后曲立委也是 我户籍在南投 所以我是选蓝的尤浩 尤浩有当选 有当选 然后那个政党票是投民众党 民众党 民众党 来 你先请讲来 你先请说啦 哦 我就亮票啦 没有你是在想什么 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Colin 第一次Colin有点紧张 来你讲慢慢讲来 感想就是 哎 虽然总统票还是支持那个 国民党的啦 但是总觉得他 感觉就是跌了一跤之后 感觉都起不来了 就是有点 恨铁不成钢这样 但是还是支持的 所以我票还是要投他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上 为什么 你去投之前就觉得他不会上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因为 那个 柯文哲自己 他自己出来选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 就是变成 三角都嘛 对 那票一定会分散 爱情者 我觉得他应该就会当选 那你政党票投民众党 你总统票就顺便投柯P就好啦 没有 但是我还是支持国民党 那你政党票为什么要投民众党 我政党票投民众党 是因为 他们的不分区立委 你喜欢哪一个 他们的不分区立委 我倒过来问 他们的不分区立委 你知道有谁吗 我只知道有黄国昌 再来 然后黄珊珊 再来 我就只知道这两个 他们提名34个 你只认知两个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那你是喜欢黄珊珊 还是喜欢黄国昌 还是喜欢柯P 我纯粹是想说 因为 我自己那时候有想 想说那个政党票 应该 藍绿两党 应该基本可能 都会 都很多 都很多 所以我只是纯粹想说 让另外第三个党 他也很多 他拿二十几% 他也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他开出来会有 政党票会有三百多万 那你平常都没听政论节目 大家都 本来我们预估他会拿到实习的 有这么多 不是柯P的得票率是26% 他的政党票得票率才22% 他的政党票是输柯P的 所以柯P的carisma 是大于民众党的 对 你给我们都没看 没有没有 但是我就是还是觉得 因为他的百分比 如果跟柯P一样拿26%的话 他可以分到十席的部分区立委 可是他最后只拿到八席而已 八席 对 但是我就是还是想说 就给第三个党吧 让他们能多一席是一席这样 你知道只有三个党分到部分区 后面第四名以后统统没分到 这个我知道 后面都实在力量什么激进党都没有 对对对对 一席都没有 对对对一席都没有 都没有够五 谢谢 谢谢我时间关心 谢谢林先生 这实在有点怪 这个总统侯友宜 知道他不会上海投给他 这个没关系 来来来来 要上线的朋友请你打进来 結果我现在才接八通啊 然后剩两分钟只接八通 我接的比昨天还少 夭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魏仁哥你好 嘿 我要亮票了吗 你住哪贵姓大哥 新北本桥阿彭 阿彭嘿 对对 来亮票来 我总统是仇侯友宜 嘿 然后立委是岳元师 好好 然后政长票国民党 好 三个都懒的就对了 嘿来 是是是 来请讲来 呃我们一定要支持国民党的 就算他现在很不成才 但是 我觉得他们有进步了 好来 对然后 拜拜 等一下进步在哪里 有些进步就昏过去了 没这样子来来来 至少 至少他的立委跟部分区 都已经年轻化了 他一步一步慢慢来 年轻化 对至少徐晓星已经把 废宏太干掉了 他们已经年轻化 你这样子废宏太如果听到我节目 有点害羞 哈哈 那跟你没关系 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跟柯文哥没关系 好 谢谢 是中立的 不敢不敢不敢 所以你觉得国民党有进步 所以你三票都投国民党 对 就是他现在选不一名进党 最后总统跟立委 这样席次的分配 你满意吗 不满意 因为柯文哲他走毛泽东的路线 他用共产党的方式在搞国民党 那国民党为什么一直被骗呢 国民党就这个傻 就是傻 你不是说他有进步 现在又傻了 对 又傻又进步 所以我们要让他慢慢进步 那朱立伦要下台吗 朱立伦不用下台 那怎么进步呢 因为现在这个烂摊子 在520 在下一次2026 縣市长之前 他没办法走 没办法怎样 没有办法离开 朱立伦要在2026之前 全部安定好再下台 他任期到2025而已 那就只能再干到2025 就换别人来当 党主席就改选嘛 看他要不要再选 对 对 照规矩走 所以你觉得国民党笨 但是有进步 就对了 所以你还是投国民党 笨但是有进步 好 谢谢阿彭 谢谢你 拜拜 谢谢阿彭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剩下十几秒 让我收一下 谢谢大家 线上的朋友 call in都爆满 所以很简单 明天继续开call in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那明天我要想办法 把时间弄短一点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上线 谢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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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